我到阳台了 怎么了 我想问你 阿姨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不 仅同意 阿姨 阿姨少呢 阿姨 我看不见你的表情 你是不是会在笑呀 我刚看到你很高兴 所以我在笑 臭脸小哥 你说我们分隔两地 该怎么办呀 你下楼我也下楼不就好了吗 要是真能像你说的 你下楼我也下楼 就能在一起就好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 我妈之前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在一块吗 所以我还能偷偷上山去集装箱跟你在一起 现在她知道了 我只要一出门她就觉得我跟你在一块 那怎么了 你这样不是不太好吗 不就是不能跟你天天在一块了吗 那 你想怎么样 住一起吗 你想得美 我就是 想每天醒来 都能看见你 那不就是住一起吗 不是 是 知道了 小苏苏 我们两个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就是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看着对方 好不好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幼稚不好玩啊 我也想开始吧 我也想开始吧 我也想知道 有没有吧 你不说话了吗 好 早安 早 早 早安 你怎么来了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 想一声开眼就看到我 可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谁给你开的门啊 我爸找到叔叔阿姨 所以我就从阳台进来的 你又怕阳台 我们家是有多不安全啊 要遇到坏人怎么办呀 谁是坏人 你是 我是啊 杜杜啊 嗯 那个楼下有早餐 你两包完下去吃点啊 我好 走吧 好 好 好吧 叔叔 阿姨 早上好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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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我先走了 好好好 你什么时候来的 早就来啦 来喽 开饭喽 闺女 你怎么不把你的小男朋友留下来一起吃饭呢 早上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呢 他就来了一会儿 你给他开的门啊 对的呀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妈 我有件事跟你说 就是我的作品机通过了 他们要我过几天去北京面试 如果面试也通过的话 就可以去英国上几年学了 好事啊 真是好事啊 我就说了 我闺女的作品是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面试一定是可以通过的 闺女 你怎么还不开心呢 是吗 我是看出来了 她是担心面试通过之后会跟宿母分开 多大点事啊 闺女 不要担心 走面试通过 咱们在意此事 先吃饭 来 来 吃饭吧 好吧 宿母都给我做过饭 我还没有给宿母做过饭呢 这你不用担心 让你爸教你 对 为父教你做饭 好 我自己来 好 我自己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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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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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父早已了定结果 为你点了外卖 快马加便 马上就到 就这水平 还想着给苏慕做饭呢 闺女 要不这样啊 你明天呢把苏慕约在家里来 当然了你就不要下厨了 我和你妈掌烧了 顺便再跟苏慕好好的聊聊 妈啊 刚才来家里吃饭不太好吧 又不是没来过有什么不好的 做这么定啊 哦 老高啊 你说我那天穿那件粉色的真是什么样 你穿什么不好看呢 哦对了闺女 为父呢要写一封情景 你帮我给苏慕传递过去 爸 请简 这也太夸张了吧 咱们老天家的礼数 那不能少 为父啊 这就去执笔 妈 尝尝